在美國國會有一個聆聽 實際就是那個所謂 它有一個特別的小組 就是select committee 它專門是對付中共的 說明的了 那個是可以做決策的 可以介紹新的議題的 決議的 就是兩黨的 這個挺厲害的 就在眾議院 這個select committee 這次針對中共的 就這次開會主要的題目 就是香港的前途 香港的前途 和美國的政策 將來的政策應該怎麼配合香港的前途 我這個link 已經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那裡了 最訊息現在在下面的click 你就看到整個過程 那天差不多兩個多小時了 兩個記中堂那個會實際都很重要的 我覺得過去幾年 起碼這一屆 包括特朗普的時代 包括特朗普的時代 都是沒有這個會這麼重要的 因為這個會講明是香港人的將來 所以想聽香港人的將來 然後他就用政策配合他 我就錄下了 所以就給你們看 我們有幾個人看了 我們籌委會主席何良茂先生 還有幾個觀眾都有聽 我原本就不知道的 我差不多前一天都知道 那些觀眾告訴我聽 那我趕快就看 我覺得很重要的 現在全世界大家都清楚了 美國是最有實力幫助香港的 英國你講到今天 你的制裁的人都搞不定 是吧 其他人都不講了 唯一有好處是拿BNO去英國 他收留 實際那些人帶錢 對他的經濟來說很大幫助 尤其是他脫了歐之後 他需要有新的人進來 你代替那些歐盟回去的人 我們香港人都算是浩斯文了 現在正確差不多已經到20萬了 將來估計是一直上的 原來申請BNO的人越來越多 他們看定了 實際都挺危險的 老實說 分不分落閘的 香港的前途我們當然最關注了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個香港人有五大訴求 我再好久大家都沒有談了 國安法之前 國安法之後差不多 沒有什麼人提五大訴求 我再說回 當然有情況有點變了 有了國安法之後 就不是那時候取消了那個 所謂的送中法 他這個五大訴求 第一就是撤回國送中法 逃犯條例 第二就是撤回暴動定性 我們抗爭不是暴動來的 是抗爭來的 是示威來的 接著就撤銷所有反中示威的控罪 這個大家明白了 應該這麼做 接著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就是追究警隊濫權的情況 這些就是很重要的 對香港人來說很重要的 接著呢 最後那個我覺得最重要的 立即實行真的雙普選 這個就是五大訴求 就是我們香港人 那時候在國安法 還沒到支持我們的訴求 這個很重要的 而且我們在講以百萬人來計 一、兩百萬人的訴求 其他那些不上街的 那些不出聲 但是這個訴求以前從來沒什麼爭議的 我們香港人之間對這個五大訴求 沒什麼爭議的 而且大家最緊張 我一直認為最緊張的 就是真的雙普選 這個我們從回歸之前已經在爭取 但是共產黨一直在殺太極 那樣又是共民組 又是特別超級議席 一直在拖 拖到最後呢 拖到國安法之後 就是說沒有了 因為我們的區議會選舉太成功了 共產黨知道大件事了 如果立法會的選舉要繼續的話 就知道它死定了 是吧 我們又搞了35加1 全部都是針對這樣 就是我們既然沒有普選 盡量用不同的辦法來爭取 我們可以在立法會裡面可以贏得到 跟現在台灣發生的差不多 我一會兒想說不說一個問題 我對台灣問題是非常熟悉的 非常了解的 現在23日在華盛頓 在這個Select Committee 就是對付CCP的這個Committee的 聆訊上面呢 就講香港的前途 那你說是否重要 我來了美國這麼久 當然我以前來美國 現在美國二十多年了 起碼五年前離開香港來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會是最重要的 我後年接觸的 我三天做過兩天接觸的 沒有人通知我 幸好有觀眾 就是他跟國會列望的 國會有親事 就是他看到看到有這樣的東西 就是沒有什麼人通知 我當我看的時候 一開場就覺得很奇怪 那些座位很多空位在那裡 你看三個 拿在那裡 寫著給你們看 還有很多空位在那裡 正面那裡差不多六個位全部 六七個位全部空位在那裡 他們所謂的參加是只有三個人 一個西人律師 那個應該是黎智英的律師 他看起來可能都是香港的律師 我估計都不敢 都回不了去了 現在可能是海岸 就講一下他的那個立場 接著Francis 他和那個 就是那兩個女生 他們都分別有說話 那整個過程就是他們三百人講話 就是關於香港 那些議員主要是講一些客氣的話 就是他們想聽 他們想聽 他們香港人想怎樣 那我就聽到Francis 和Joey 姓蕭和徐姓許那兩位 他們都代表香港的集團體的 他們主要講什麼呢 主要就是要制裁那些司法部的人 或者警察 警察 警察那些 直接在幫大陸做間諜 做一些犯罪行為 搞到那個 請那個英國夥記 不知道被人謀殺了還是自殺了 早知當然有嚴重的事 如果不是做什麼沒有猜猜的死因 他們主要我聽到就是這兩件事 這兩件事跟香港有沒有關呢 有關 香港將來有沒有關呢 都有 但是不是很大 將來 香港的將來 所以我想今天研究一下 我覺得這個會開得很可惜 這麼好的機會 他們就沒有去請 很多基本的組織都沒有去到 很奇怪 就是HKDA 是吧 大家都知道 HKDC 對不起 就是華盛頓DC的香港的組織 很久了 以前都一向都 我猜有李柱銘那個時代 他們都在幫忙 跟國會見面的 接著呢 香港監察又沒有去到 香港監察呢 但是美國很方便而已 就沒有去到 這個在說香港的將來 你說有沒有中來 我們就沒有邀請我 這個不是這個問題 千萬不要以為我眼紅 這些不是 但是我一定要有機會 我們一定要代香港出社 我趕快登記了 我以為我殺掉了這個 我在網上登記了 但是只可以聽 就這麼說的 我們當然 雖然我不是什麼大人民 但是我們講的那件事 就是香港要有議會 要有代表 這件事 在香港是大件事 我不是自己作答 大家都清楚 你做到今天 我們跟北京的八九六四差不多 一半散散 大家互相之間有很多問題 大家都聽到了 天天都在那裡鬥來鬥去 關鍵 北京那幫人應該做的事情 那時候那幫人現在過了35年了 八九到現在35年 還在那裡鬧共產黨這樣 有沒有組織?沒有 一次間這個精英就說應該這樣做 那個精英就說這樣做 只有港主 我們現在香港人差不多 和之間因為籌款的問題 吵到一頭 吵到打轉頭 為什麼香港有什麼分別?就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組織起來 我們香港人組織起來是很重要的 組織起來有很多辦法組織 但是我覺得爭議最少就是回歸民主 那就是靠投票 靠普選 這個而且是我們五大訴求裡面的一個 一個當然是雙普選 但是不等於我們搞了香港議會之後 將來由議會 就是由人民決定到底是雙普選 但是普選到底是什麼制度 這個不是關鍵 但是起碼有了一個組織線 因為組織沒有組織 變成好像這次這麼重要的會 應該呢 這個聆聽之前應該可以有一個會 大家有代表性 不只是我們 很多方面應該有代表性的 這麼多人 什麼周永康 羅冠聰 為什麼他們沒有出現 周庭為什麼沒有出現 應該有一個組織 如果有一個組織的話 可以找到最重要的人 不同的 不用一樣的 但是這次呢 他講的主要是一樣的 但是現在我們到底 整個民主的問題就應該是 是不同的 或者是一樣的 他們年輕的 我這麼怪的 他們都不認識的 但是他們還在那個位置 在華盛頓DC 和他們直接可以和議員之間可以對話 他們在這裡可以對話 很重要的 所有議員就很給面子 給那些女孩子的 大家就是這個很自然 就是比較容易接觸的 但是你說這麼好的機會 怎麼辦 就這樣錯過了 可以我們講訴求 因為你說什麼訴求呢 他定了案就是將來 美國的政策 你要求這樣 我們只要看五大訴求 當然裡面有一點東西要改了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的方向 但是為什麼看都不能 看都不能 這個是香港人的訴求 不是我的訴求 我看五大訴求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機會 將來不多的 這種這樣的可能性 下一屆還有沒有呢 都不知道 有時候國會 你知道怎麼辦怎麼辦 這個變慢多端 以後的那個將來 可能白宮如果特朗普贏了 可能一手都炸了 那時候他有他那一套 特朗普那一套東西 未必是我們香港人中的那一套 未必的 我不是說他不好 但是他有他的想法 他就是為了美國的利益 但是我們香港的利益 誰出聲呢 現在住在華盛頓的人 他們沒有反映到我們的訴求 這個我覺得就很大問題 所以我這次看完他們的hearing 之後 我放在那裡等你們大家都看看 你覺得他在說的話 是不是代表了我們香港 因為他個人的問題 他們當然希望講數 撤銷了那個所謂的通緝 因為他們幾個都寫了一封信 就是說國安要被通緝 針對那幫警察 就是他們 我都明白 當然要自由帝人 我不怪他們 但是這個是不是我們香港人的訴求 為什麼這麼好的機會 沒有辦法可以大肆宣傳 而且他一直聽到 而且他們的報告 是全美國看到的 很重要的這個報告 香港人從來沒有試過這麼幸運 有一個特別是為香港人的聆聽 可惜 整排都是很不容易的 他們說呢 又是說到比較是那個範圍很窄 我就看不出有什麼驚天動地的說法 就是我們最重要是感動的 感動的議員 感動全美國 讓他們幫我受 我看不出有什麼感動 就是比較是一個長鋪的 程序 跟那天我在國會講的一樣 又是 蠔小貓三兩 那天也是小貓三兩 雞賣到十個人 整個記者招待會 那天就是 絲絲絲絲的一個很重要的 開記者招待會 關於23條 只有十個人 我就剛剛這麼巧有的人 說你去香港 我根本沒有人通知 我剛剛市民府的主席和市民府都很熟 你都想說幾句話 我才有機會用英文說幾句話 那幾句話都很重要 即是說共產黨犯法 你犯了國際法 犯了中國的憲法 犯了香港的基本法 你那23條根本就不只是壞 你犯法不是我們香港人犯法 共產黨每次自己做壞事都怪了人家 他沒有不講自己 我就是要講到這一點 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我那時候也有機會講了 那次亞洲都過了 都算是有些不得了 但是我都是搞壯的人 我根本都沒有計劃 後來你說有個這樣的會在這裡 我就撐到他了 但是實際的問題是搞壯 完全 他們不想我參加這些 你怕就跟我一起 或者可能那個罪名 或者香港的罪名 他們實際的已經在通修了 但是你這樣孤立我 不是辦法的 我從將來不是議員 又不是什麼 你孤立我 變成我們香港人想搞普選 想有代表 這個我是幾個聲音來的 變成沒有了機會的 所以我一定要這一次 我今晚陣禮拜六 我一般人做了 要跟他們講清楚 現在有一股勢力 極勢力的 差不多一班人 都是有這個污染的 就是要你不要跟我們一臉 他們到底想怎樣 又沒有講清楚 你說制裁這個制裁那個 那是其中一部分 那你想香港什麼戰 將來是怎麼樣呢 我又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那我們就是出來搞抗爭的 基本上是吧 自由 法治 民主 這三個是走不掉的 那這個大原則 實際怎麼做的 應該要說出來的嘛 搞抗爭這個就是目標的嘛 制裁幾個人可以大快人心 甚至可以防止他將來再亂來 不是壞事 但是是不是這樣就 解決了香港的將來呢 人家美國政府 美國國會 美國人民 代表人民 想聽一下你香港人想怎麼樣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幫你 你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 沒有美國幫手 我們這次今天 在講日文了已經 英國在講德文了 是全靠美國幫手而已 美國可以幫也可以不幫 他感動不了他幫 那時候宋美齡去國會講了話 接著加上炸真珠鋼 那他就幫 這些全部都是宋美齡那個演講 很重要的 那個同袖 等他們幫那個時候 人民都支持的 比如人民不支持他 他的議員敢不敢批錢下去 不敢 這次已經開始了 烏克蘭那邊已經有一些人民 覺得說我們花這麼多錢 你們都沒有手計 開始反對 所以上次批得很辛苦 等了幾個月才能批出來 還要下很多壓力 所以這個政策很重要 美國的政策 和人民的心理很重要 這些聆聽 是美國來說最重要 因為你這樣聆聽 國會是停聽了之後的製造政策 以後要管賣錢那裡 將來批不批錢 西藏 西藏美國給錢的 美國支持的 美國 英國和印度都支持 因為它有一個政府 它就成立了一個這樣 就是海外的西藏人選出來的 但是很快就分開了 那個政教是分開的 這個正正常上的 人家正在做事 當然他們西藏沒有我們香港的補典 但是正在做事 這些就是政策 新疆維亞這些人也正在做事 人家正在成立一個組織 多不多意見?多很多 沒有很多意見 但是有這樣的會 在會上大家可以解決那些矛盾 現在你看看我們 我們那些KOL也好 每天在那裡爭 我為什麼不想爭太多 我建議是用法律來解決 就是想大家集中來抗爭 我們最終的目標 當然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如果這樣也不明白的話 那怎麼說 現在是呀是 做得對嗎?做得對 但是做事有什麼優先 什麼先什麼後 大家要講清楚 我們今時今日 在媒體那裡 打擾不上可以見到可以認識到為了什麼 為了香港的將來 不是為了我們個人的意志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想 有不同的追求 但是大家統一的追求 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點光復法 你告訴我 是 制裁這個 對 沒問題 有幫助 大化人心 可以團結香港人 但是講到最後 一定要想辦法 讓我共產黨在香港趕走 然後才有機會 這樣靠什麼我們當然沒有力量趕走共產黨 但是這個對的 你說得出來 如果有其它政府 比如我們英國現在有20多萬人 美國又有一定的影響 加拿大更加厲害了 那你就在政府那裡做事 但是要統一做的嘛 那幾個政府 他們都合的 澳洲我們都經常 香港很多人在這裡 很多國家 像歐洲 也可以跟歐盟 歐盟很同值我們香港人 這個組織到底 我們自己要求什麼 我就老實說 具體的 當然我們香港也會有我們的方案 但是我具體的覺得 我經常都口頭說 口頭說國復在香港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一個目標 要平衡我們用不同的行動去做 沒有談的 你就不表演 我不表演你 我就不侵你玩 你不侵我玩 每天都在這裡搞這些 錢每天都在這裡鬥 鬥到什麼時候 跟六四一模一樣 鬥得了多少 八九鬥到現在35年了 你們自己看一看 我不要說什麼 我一來美國 我就發現 哇 這幫人說什麼樣子 很多人都在附近 還有一幫人 住在這裡附近的 總之什麼 什麼都沒有 那時候蓬佩奧就給面子 給面子想抓兩個人去 那天在尼克遜的圖書館那裡 抓黃丹和魏京生 那幫人吵不了 為什麼他們兩個吵得一頭 就不像那種妒忌 光環 吵得一頭 搞得袁某宗說 以後不要教我 找你搞 一模一樣 我們一點分別都沒有 我們叫自己做香港人 不就是跟大陸人不是很大分別 可能更痛苦一點 但是自己檢討一下 我沒有所謂 我們工作 我的工作照做 沒什麼所謂 但是真的是 真是難看 難看得不得了 我講很多鬥的東西 我不是說不對 自外面不說什麼 這個好笑 但是你主要的任務是什麼 你主要的任務是什麼 那些人為什麼要捐這麼多錢 那些人為什麼要捐這麼多錢 希望香港有前途 有將來 如果只是為了捐些錢 是為了什麼出氣的話 不會有這麼長遠的 香港很多人捐了很多錢 我沒有去籌謀 但是大家知道的 以前我們在街上看著他們派錢 但是到底他們為什麼 為我們吵架 他們都希望看到一個好的香港 可能恢復到以前那種自由法治 最好就有民主來保障我們的自由法治 這個就是我們的看法 我就這麼說 非常之失望 對今次華盛頓組織這個 我們參與組織 他們肯定來問 他們那個select community 肯定來問我們在華盛頓的人 為什麼最後的結果 自己看一段影片 我放在下面 你自己一按就看到 為什麼搞成這麼慘 所以有這麼好的機會 機會難得 就這樣坐過 我非常之失望 對這一次 我現在發現這件事 差不多可以這麼說 我們的命運 將來的命運 就是這幫八九六四 就算你這次制裁了香港什麼什麼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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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都是八九六四之後 基本上制裁了整個中國 外國聽了一段時間 就不同 沒有跟中國做事 聽了一段時間 所以老布inity 出自是 總統全部都開放了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他幫你制裁這個制裁 但是最後呢 很多人想說到最後 還是商人 企業在大陸還是有前途的 講講講講 做講講 做功夫 華盛頓就跟他們的政策來做 我們需要華盛頓有一個長遠的 反共的路線 但是我們現在華盛頓的人不敢說 他們顧著自己的安全 沒錯 但是我們需要一些重磅的人 後面有羅冠聰 周永康 整班人 還有很多 倫敦很多人 反對他們來說 你喜歡不喜歡 我不敢說 沒有問題 看你把一些重磅的人說 香港監察講話都比他們好 不知道多少 人家有份量 在國際上有地位 我看到這次 你看看那部影片 我不想講什麼 真的不知道 你的主題是什麼 講話要有主題 不只是說英文就要打一遍 主題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錢太可惜了 案白當然不知道 案白都是很膨脹 案白都是可以做的 做什麼都更好那邊 但是實際我就要告訴他們這個機會是實在的 以後不知道有沒有 大家看那部影片就明白 不是每個人都看的是英文的 老實講 但是老實講 你看不看都沒有所謂的 英文我聽內容我聽 沒有辦法 因為它不是英文不好的 它主題就沒有出來 你不如你拿個文章 你派出來就好 讓人家慢慢看 所以案白我看 它都沒有講到它的內容 當然大家都聽到 它主要是要制裁幾個人 警察那幾個警察 然後要刪了幾個經貿主 這個是對的 沒錯的 但是這個是不是只是這兩件事 代不代表香港的前途 美國的政策 除了做這兩件事之後 怎樣對我們香港人 對香港的政策 這個才是關鍵 不知道有什麼辦法解決 但是我讓你們知道 現在的情況是非常之不 就是這樣互相鬥下去的 香港復香港是沒有希望的 可以這麼說 你看人家猶太人多合作 全世界的 又是兩千年 離開了以色列 巴勒斯坦兩千年之後 互相保持聯絡 然後鬥 鬥到一頭上 但是人家有個小組 一路一路這樣來 二千年逐步逐步 最後被人刀了六百萬之後 下決心 一定要重建國家 是不是我們要四批人 自己強行動手 好嗎 這個第一個講到這裏 跟著台灣呢 台灣也是很難得的 跟我們很相知 跟我們香港非常相知 這次很棒啊 知道打不夠美國 他們就在這圍著陣 不出兵 就是不開炮 不開槍 不開炮 在立法院裡面搞的 這個袁紅兵2月份已經警告了大家了 他在那邊收到了 有很多紅二代 很多就在內 故意 就是對習近平有意見 故意洩漏的東西出來 等全世界的準備 這次立法院裡面呢 通過這些奪權 違憲的東西呢 應該呢 你看一看他總統 應該總統緊急命令解散國會 那當然呢 他們通過那個奪權那個法律呢 估計下個禮拜通過 就知道呢 都要賴清德簽名的 他可以不簽 也可以拿他對上去法庭 那些最高的法官呢 最好的就是平吉平這個人 有沒有違背原來的憲法精神 就是台灣呢 就是五權分裂的 那他們那幫人呢 那幫國民黨那幫民眾黨那幫人呢 就想就是立法院排了 就指揮其他的院 就差不多香港那套東西 他們想全部都關上 那就是架空的總統 架空的總統 接著呢 就引大陸進來 沒有一樣的 少許不同的了 台灣很幸運 那幫警察呢 就沒有 可能一部分他們控制到的 控制警察不是這麼大的 中共也很糟糕 可能以前已經跟他們講電數了 不斷在那裡益他們了 所以有什麼事 你現在不知道的 可能到一定程度 警察突然站在那邊 國民黨或者民眾黨那邊 很幸運呢 今次那幫年輕人呢 民眾黨那幫那幫年輕人呢 看到不對勁 那一轉圈 十萬人來示威 來停 而且他們通知 那二十多個國民黨議員 我家鄉的 他們的區 選區 叫他們呢 就是 叫他們選走 選走 英文叫impeach 把面 那個議員 做不做得呢 是做得的 那些議員就害怕了嘛 那些議員呢 就是不敢今次 不敢記名投票 說要舉手 為什麼要舉手 一會兒所以搞得亂了 一時間你到底舉一隻手 就是舉兩隻手 整件事情呢 那幫人呢都是心悔的 心悔呢 那幫國民黨 他們說不准記名 原本呢 按一按鍵 那樣就全部出了一堆投票的嘛 他們那些都按一按鍵 一按鍵就有記名了 而且清清楚楚 馬上出來 那就知道誰是親共 幫共產黨推這支 幫共產黨奪決 所以那幫人不按 只要按下去 那個名字給人知道呢 馬上 他自己的那個選區 馬上就罷免他 就是再投票來罷免他 有的 老實說你回到家 回到你的選區 你去拜票那時候誰這麼熱心 現在你回去人家就罵到你的狗 那現在這件事情在進行著 所謂那二十幾個國民黨 那二十幾個裡面還有十幾個 就飛到大陸了 聽聽王滬寧 聽聽國台辦他們呢 就教老 教他們怎樣顛覆 你說難怪我 那現在呢 還有幾個辦法的 第一 總統緊急命令 第二 總統拿這個 如果他通過 實通過的 因為他多數的 通過之後呢 抵去最高法院 要求說這個裡面 是根本是危險的 而且那個程序啊 什麼什麼都不對 他不被人賴捕 也不被人討論 根本有很多內容 最後自己有幾個人 不是全部人都看到內容 最後投票的時候就看到了 就是他希望呢 就是三拍兩撲這樣過了才說 這件事情呢 就相當嚴重 幸好呢 人民立刻就成功了 人民去到立法院這樣做 看下去就好像不是很好看的 但是人民是主人啊 人民投票的時候投給你 這次人民覺得你不做 偷雞啊 他們在那裡破壞民主 人民站出來 遊行 示威 正座 回到家在家鄉那邊呢 叫他們呢 就是推翻這個這樣的東西 推翻那幾個議員 那幾個親中的議員 然後開始一輪 幸好台灣那個比例好 就是那些所謂贊成民主啊 那起碼有個民進黨 民進黨有點像我們泛民的 那這次呢 他們沒有去一段時間 還要貪污了 那我們的泛民就沒有什麼貪污的 那些人他們一有 香港法律 又有聯政公署 所以我們香港的貪污問題很小很多 台灣本地的所有 Local Local貪污問題很嚴重 我聽他們說的 所以有些人看到他們貪污呢 就靠了去中方 這個是大問題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台灣現在的年輕人 包括大陸 都知道這個國民黨在搞什麼 就趕快就歸回去反中 反共的那邊 上次選舉他們就選了民眾黨 覺得民眾黨這個比較適合年輕人 但是他們不知道民眾黨 所以這次呢 他們奪權呢 奪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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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那八個議員呢 就投了去國民黨那邊 那我看這件事呢 這次呢 就成功 就是台灣未必有事 大陸呢 只不過那個 就是圍著 那些戰爭圍著台灣呢 基本上呢 就叫做封鎖 實際就是 作個狀出來封鎖 他們可以這樣 一路一路收緊 離開你岸邊很近的 台灣又不是很敢打的 不敢開第一槍 我就不是很明顯 你搞成這樣 你都不敢開第一槍 過了線 過了街 可以你過第一槍 你有去保護的嘛 開第一槍不是壞事 是人你反我嘛 不是我反你嘛 開第一槍是一種保護的行為 但是現在那個人都是 好像這樣叫做和平 我就不明白 人家直接反了你搞什麼 進入你的境內了 你都不保護自己 到你真的要保護 可能太遲了 整件事都是這樣 包括美國 你不是美國嘛 你沒有這樣的實力 美國你打完我之後 我再打你都可以 沒有問題 我實力嘛 我不怕人打你 台灣呢 兩下手勢就不見了 那些人要明白 特別是我們香港 兩下手勢都沒有 閉開眼 自己的共產黨 全部周圍都是 你要自量的嘛 你都不自量 你這樣實力 又說我要太平洋 我要和你飛 我這兩個人 你越是勢 你就是要主動 你可以動腦筋的 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好像前兩天 有個抗爭 說我們應該怎樣 應該只是抗爭不夠的 就是要求美國 你如果不釋放 譬如你不釋放 或者改變那些法律 我們幾多天內 就取消你的優惠 就是對香港政府這樣說 那它就會考慮 這些東西不敢當明 你只是說你取消這個 你放人 那些不夠的 你要優惠 你如果不放人 我給你30日或者60日 你不做的話 我所有香港的優惠 香港很多優惠的 香港很多東西是獨立的 全部都取消了 你有計算的 現在沒什麼 只能夠講 只能夠求 什麼都要講條件的 這個世界 所以特朗普就是懂 特朗普是生意佬 你給我這樣 我給你那樣 你不給我 你不給我 你想的就是想的 我只是求你 有什麼用的 我只是求你 這個就是懂得怎麼做 所以我看台灣這次都不是差的 這次反而 就是因為我猜習近平很急 就是想拿一些成績出來 就要開三中全會 他希望 希望用軍隊這樣 孤著他 趁著新總統上有 孤著他 然後在立法院裡面搞得大 我猜他還有很多潛伏在台灣的勢力 這次下個星期就開支會出來的 這件事 他就希望有一定的成績 在三中全會那裡就可以交功課 所以他在這裡搞事 有沒有實力呢 不夠 講到最後 習近平真的不夠實力 這次美國組織了28個國家 聯合演習 叫做演習 台灣就是圍著 大陸就是圍著台灣演習 他就圍著你 用20多個國家圍著你 你圍著台灣 我圍著你 就是圍基的我圍 所以就是 這個就是美國政策 你看看 美國對台灣是有政策的 他會問台灣人 你上將來怎麼樣 他美國就配合 我們香港 我們說不出 而且不說 我現在沒有機會不說 今天你怎麼幫你 他幫你搞定了 警察就說我搞了 趴著屁股走了 是不是 這些是法事 有幫助 法事也很重要 大家意見 但是最重要 我們想怎麼樣 我們將來想怎麼樣 我們這邊的議會就很簡單 我們香港人應該 灰化香港人 香港人自治是天公地圖 當時黨約 中英國有聲明 是答應我們 繼續有自由 那些我全部要回來了 那你既然共產黨等你 我們保障不了 所以一定要分開 在國際角度也好 一定要分開 台灣一樣 沒得跟你合作 合作就沒有這些基本價值觀 自由 那些都沒有了 所以台灣的訴求 跟我們香港的訴求 沒有什麼大分別 一樣 跟台灣一模一樣 如果你跟美國政府 我們想要 需要台灣 他明白 這幫人是這樣的 是他對他們說的很大 但是沒有錯 台灣的訴求 完全沒有錯 是吧 他最後 美國是沒有辦法 我只要給你 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國際 是符合他的 他的憲法 有符合聯合國的憲法 現象 所以他一定要幫 怎樣幫這個 就是關鍵的 說到美國 最後說到美國 對香港 和對台灣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要求 是不是沒有可能 不是的 既然台灣這樣 有可能 可以 我們有可能 可以 侵犯我們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我只不過說了一點 而且我不代表了香港 但是我覺得這次不說 太可惜了 我有一些貢獻 但是應該這個 這麼重要的事情 起碼要多幾百 幾個重量級的人去說 說的東西不是很特別的 都是我們以前說的 但是這次呢 除了制裁 和關了那些經貿全世界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新意 正式更重要的東西 沒有說到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 告訴大家 讓你知道海外發生什麼 不只是出來了 你每次都說以為在海外有很多好東西 海外有很多問題 而且呢 現在是救到香港 不是香港的人 是海外的香港人 很明顯的 香港人做不到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國安法》23條 他們不敢做 這個是明白的 可以明白的 好像《案白》一樣 很難得 但是 給到的作用是有限 很難得的 這個精神 但是最後 行動是靠海外的行動